有事人默默默默默的就在旁邊 把那個人家撥撥撥 堆成小三般的那個垃圾菜撿走 有做那個真的就是 自助餐的業者 大家就一起去吃自助餐 集體上戶下限 檢查發現它是 沙門式感菌 酒座引發低血壓 醫生打破錯迷思 我是沒辦法接受說 酒座會造成血壓低的這個說法 酒座造成的血壓價降 其實是所謂的 姿態性低血壓 好朋友他弟弟 他很喜歡打電動 連續打兩個小時電動之後 站起來要去廁所 眼睛黑 哎唷 我早上叫救護車嚇死了 廚房中午快習慣 可能摧毀全家健康 對 情侶 然後 然後可能那個地方偷風不太好 就昏倒 昏倒以後呢 那個火鍋在那邊乾燒 嗨 冰箱之前就有 老公裡切好的水果 吃了之後 幾天之後開始覺得有點不舒服 他那個感染叫做里斯特菌 發現他小寶寶已經死了 他開始不中了 今天的三位金牌情報員 西里資深學姐小辣情報員 百變小公主辛辣情報員 以及鬼靈精怪的甜不辣情報員 將會帶來什麼樣 進爆的健康情報呢 而我們今天的專業金牌醫師團 以及爆料部問團 對他們的情報 又會有什麼樣不同的精采見解呢 歡迎你們 準時來到金牌大間諜 這個在上班族呢 公司裡面呢 可以說 這一天到晚都是打電腦啦 打電腦要處理公事啦 回家來看電視啦 沒事了 還要追劇再打怪啦 欸 不得了 只要一段時間 還不要長喔 一兩個月就好了 視力開始模糊了 你就以為開始近視加深了 但是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上班族用眼過度 也會有假性近視 今天有眼科醫師來了 王孟琦醫師 這情報是否正確 漂亮 Bingo 因為我就是懷疑自己假性近視 是 像 也不見的是上班族 只要每一個人 他看近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這個其實 他的這個結狀期 他會緊繃 這時候我們的這個水晶體 它會變得比較厚 是 所以我們量 測量度數的話 他近視可能就會 有暫時性的加深的一個情況 像上個禮拜 我有碰到一個門診的患者 他是一個研究員 他每天都要看那個 小老鼠的那個切片 所以他整個暑假兩個月 每天都看 十幾個小時的切片 他來看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他最近也覺得眼睛視力很模糊 我們量他的度數 量起來是600多度 他告訴我說 其實他以前配眼睛 都是配400多度而已 那我們經過了一個 膳筒的檢查 把他的結狀肌放鬆以後 發現說他其實只有400多度 他並沒有增加 他只是暫時性的 假性的增加而已 肌肉過於緊繃了 對 所以我們要提醒上班族 如果說你覺得 你的近視好像有加深 千萬不要馬上去配眼鏡 如果說你沒有特別的去 耳膳筒的檢查的話 你可能會像這個研究生 他就配超過 你可能會去配成600多度的眼鏡 所以你如果配超過度數的人 有的人他反而會提早 有老花的一些現象 所以我們要提醒上班族就是說 如果說你要做一個 比較好的這個艷光的話 千萬不要就是說 你上了班整天很累的時候 下班我去做個艷光 可能要找一個比較放鬆的時候 讓眼睛有比較充分的休息的時候 再去做一個艷光會比較準確 所以賈金醫生並不是年輕人的專利 我們成年人也會得到 需要多注意眼睛的保健 很重要 你可以開始分享了一個 正確的情報 所以就要換他們囉 來了 一堆蝦的情報要出現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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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第一位 甜不辣情報員 好 甜不辣答應我就先來了 自助餐是很多上班族的選擇對不對 但是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自助餐暗藏危機 如果你選錯的東西 會讓你三高中毒還會 看哪裡 妳們 不好意思 抱歉 這什麼效果 其實呢 金牌大間諜的忠實觀眾們 一定都知道 大概要怎麼選擇你的食物 熱量表 你們都有基本的概念 比如說炸物不要選 勾芡的食物不要選 但是 有了策略以後 你還要有兇狠的攻略 如果你沒有演演喜攻略 沒關係 你要吃咽水 顧你的胃 接下來要怎麼選自助餐呢 就問對面那幾位 都押韻喔 是不是 是不是 PAC最好 不錯 PAC最真是MC顧味 不錯 謝謝 我們沒有想到的健康地雷 事實上吃東西本來就很容易 有地雷 只是你要不要在乎當不當一回事而已 請來 甘膽常惟科 水平醫師 在這邊想特別提醒大家一下 我們去吃自助餐 還真的是有很多潛藏的危機 有些自助餐店 它就沒有那麼衛生 它的那個 它的這些餐具 可能都是人工洗的 那有時候人手不足 有時候慶財搶搶的 他就拿出來再營了 像我前幾天去一個自助餐店 然後我就點了一些菜 然後就叫了一碗飯 然後到櫃台去的時候呢 那個櫃台小姐 就拿了一個碗 然後又要添飯 然後她一看皺了一下眉頭 用她的手去摳了一下那個碗底 我看不清楚她摳什麼 但我想可能就有什麼 菜渣 蟑螂屎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Anyway 她摳完以後呢 她又皺了一下眉頭 接下來就拿到那個水桃旁邊 沖了一下水 接下來她又拿一塊抹布 又把那個水給擦乾 然後貼了一碗飯拿給我 結果拿了那碗飯猶豫了一下 放在旁邊從頭到尾 不敢吃那碗飯 為什麼呢 這一些這個自助餐店 那個抹布啊 我想是我們家裡的抹布的 十倍以上的細菌 所以 我實在也不敢吃下那碗飯 其實我們要特別要注意一下 自助餐雖然它是有時候 我們就是可以去吃 很多不同的樣子 可是呢 自助餐在開店的時候 它也是要賺錢 對 所以羊毛真的出在羊身上 如果它價碼太低的話 你就要稍微要注意一下它的 再來眼睛放亮一點 你要看一下 到底這些客人有沒有很多 當然大家都知道 如果這一家餐廳客人多的話 食材相對應該也會比較新鮮一點 所以從幾個放置 第一個就講到食材 食材的話如果要省錢 當然有時候它會去買到 我們可能不會去買的東西 可能比較不會去買到蟲煮 我們自己可能不會去買蟲煮肉 我們可能比較買一些新鮮的肉品 所以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這個肉質的情況 那煮菜的時候 需要有一個東西叫做油 那我們知道食材問題之後 有些油我們不會去買 可是如果自助餐要便宜的話 它有可能會去買便宜一點的油 再來之前就報導假醬油的事情 所以醬油上面來講 我們可能會買好一點的醬油 可是它可能會用到 另外一個呢 我們就要去講它怎麼去烹飪 有時候食材放了過久的時候 味道會不大好 所以它一定要把它弄 味道重一點的 三杯 糖醋 炸過 下飯的辣椒放多一點的 味道重一點的 你就吃不出它到底這個東西 食材到底新不新鮮 所以你在這部分的時候 在選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但是你在吃這個的時候 你的選項這麼多的時候 你去看的時候 大多數屬於這類型的時候 三高也是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再來就是 保存的情況 它要煮給這麼多人 要準備這麼多的食材 它一定要前一天 就把食材準備好了 對 食材要準備好的話 它的冷藏做得好不好 它的生食跟熟食有沒有分得好 這是先前準備 煮菜的過程中 這個廚師有沒有注意到衛生的部分 再來煮好之後 這個菜端到桌面上的時候 它到底有沒有做好 該有的防護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蜘蛛餐 它端到外面來的時候 它如果沒有蓋子 一群人走過去的時候 夾了再放回去 咳了兩身的時候 這個菜其實都已經布滿了 很多的細菌了 那下面 為了這個食材不讓它冷 它會有點輕微的加溫 就是細菌最容易滋生的一個溫度 所以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這樣子這個造成的細菌量 可能會高過於你想像 之前有一個就是集體 辦公室的一些員工 就在慶祝的時候 大家就一起去吃那個一家自助餐 吃完了才剛下班 中午吃完才剛下班 大概不到六個小時 就開始發作 上吐下線集體全部都出現 這麼短的時間內 這種菌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毒 所以來到醫院裡面 在短時間內 我們就趕快去做檢查 檢查發現它是 沙門式感菌 那沙門式感菌非常難殺 而且它的後遺症非常的大 它會躲在我們的腸胃道裡面 躲在那邊一段時間 最嚴重 最嚴重我們遇到 沙門式感菌的感染的人 它會在大型的血管上面 長細菌性 血管流 那我們遇到這樣子的人 他要打抗生素 三個月以上 才有辦法去 有可能改善 還不一定會根治 所以不要為了一個自助餐 得到了這樣子 可能比較難治療的一個疾病 講得好清楚 先給他鼓勵一下好不好 他根本就是醫學界的 他應該屬於醫療界的柯男 跟他講完的同時 我幾乎嘴巴裡 萬不得一口把它全吐出來 對 先吃吃自助餐的朋友 你要不要想想看 你今天都吃了一些什麼 陪診團今天呢 我們化學博士 他也是無所不知 關於便宜又大碗的自助餐 在你的觀察裡面 又藏了什麼味道 金牌大間諜 陪診團今天呢 我們化學博士 他也是無所不知 關於便宜又大碗的自助餐 在你的觀察裡面 又藏了什麼味道 你看到什麼 好 那個陳醫師剛剛提到的 他真的是柯男 連那個料理 烹調都研究那麼透徹 對啊 好 跟各位講一下 當然自助餐裡面 剛剛 許醫師啊 陳醫師提過的大家要注意 但是呢 如果一定要吃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沒辦法 沒有帶便當嘛 好 我首選是蔬菜類 蔬菜類有分喔 根莖類的首選 因為根莖類的都要刮皮 膠皮 會鋸皮 對 安全一點 會鋸皮 對 第一首選 根莖類的 第二呢 豆芽類的 芽菜類的 芽菜類的話也比較安全一點 為什麼 比較不會用那個 撕農藥 撒農藥 可是它會漂白 除非漂白啦 不過已經新聞爆料過的 應該比較不會啦 那第三 才是 葉菜類的 第三 那葉菜類的喔 是首選 盡量不要選什麼東西呢 連續採收那種 豌豆類啊 豌豆 豌豆啊 或者那個四季豆那一種 那種叫連續採收 它沒有所謂的修 那個朋友的修紙期 對 因為剛剛許醫師提到了 很多人又沒辦法自備碗筷 那時候怎麼辦呢 欸 帶起來 那個 如果喔 自助餐店有準備那種 不鏽鋼筷子 那首選 不鏽鋼筷子 漂亮 對 那如果 欸 有一種像是塑膠 但是不是塑膠 叫美奈米的 要注意 如果美奈米有那個變黃的啦 或是有破損 它會有釋放出三聚氰胺 那就假醋了 毒性物質 毒性物質 所以盡量就不要選這個 那麼第三個就是 竹筷子 衛生筷啊 沒關係 有撇步 你就先裝一碗湯 把那個竹筷子拆開來之後 泡一泡 辣辣咧 裡面的二氧花硫啊 酸氧水啊 它大概可以溶解掉 因為水不進的嘛 用它的湯來洗 對啊 這個湯的話就不能喝 這什麼東西啊 你不要洗啊 它湯如果煮得很好 就浪費掉 可惜 不用那麼多嘛 只要可以泡得住 那接著就是那些餐具碗啊 碗的話當然不要選塑膠的啦 紙碗總是比較安全 它紙碗雖然它外面那個 它有的塗布層 對 有塗布層 它塗布層是PE塑膠 所以溫度不要過高 就OK的 沒問題 所以一般的米飯啊 它大概是五六十度而已 五六十度都還可以 對 還可以 都還可以 可以承受 但是呢 如果是塑膠碗 盡量不要選有顏色的 有顏色的塑膠製品 都是回收比較多 好的塑膠製品它不會染顏色 所以你選那個湯匙 湯匙不是那個五號塑膠嗎 PP的啊 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種是沒有顏色的PP塑膠 這個就安全 那如果像這一種有顏色的 這個PP塑膠比較不安全 什麼 這個它配的都不安全 為什麼呢 好的塑膠 它要加顏色 顏色就色料 所以如果一般五六十度OK PP是好的 多半都是這樣子 飲料杯蓋都是這樣子 每天都這個 對啊 所以它不能太高溫了 你不要強調一定要85度 86度87度 不要 不要 就是這樣子 溫度過頭 因為這裡有顏料 有顏色料 所以那溫度比較好喝 就涼一點 不然就涼一點 好 接著 如果你要包回去 那就更重要 很多人 背後面怎麼空間這麼大 沒有 它是小拼當 沒有 變起來 後面 還有一些椅子 後面有這麼大的空間 來 給各位看一下 很多人有迷思 什麼迷思呢 剛剛我們講到油 網路流傳笑話說 油 那嬰兒油 難道有嬰兒嗎 就名詞而已 對 長頂路美語也不是長頂路膠 是啊 對啊 沒錯 耐熱塑膠袋 你以為它就耐熱嗎 它的溫度標示說可以100度 其實100度是它的最高極限 它只能夠裝 不能過高 我們一直以為這是耐熱的 它是一個名詞 好聽的名詞叫耐熱塑膠袋 它不耐熱 但是你看這一種 就不是 這一種就一般的PE塑膠 就這個 霧的 沒什麼聲音這個 這更厚了對不對 對 厚一點 你以為厚好 但是更不耐熱 就像垃圾袋一樣的 對 這個就PE塑膠 PE 這個不能裝熱的 嫩的就可以 熱的不行 當然我們材質塑膠材質 上面有編號對不對 從1號的PET 2號 3號一直這樣下來 到7號 但是塑膠袋就沒有編號 你就不知道 其實這個才是最正確的 那你熱的PE塑膠袋 就這個 看起來最薄 這個耐熱 所以說如果你裝湯 或裝熱 這就沒問題了 但是因為這個 市面上 貴一點點 其實沒貴很多 只不過大家不認識他 其實這個才正確的 今天開始他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對 把它記起來 這個玩意 所以為了保健的話 特別要注意這一些小細節 那你要攤子用這個才可以 你要問他說你今天PP嗎 你是用PP嗎 你今天要問他 如果我們觀眾朋友 大家都問那個 湯味 或者他 他將來就準備PP了 沒錯 提到那個什麼 那個假醬油怎麼辦 調整個那個 如果醬油 我跟郭婷講 很多的迷思 什麼老抽 什麼成年醋 對 成年醋就是加焦糖黑色素 把一般的化學醋加焦糖黑色素 變黑黑的叫成年醋 對 醬油在調整 醬油它有分很多種 第一個真的化學醬油 就裡面一點醬油都沒有 就是一點那個豆類都沒有 化學醬油都調出來了 頭髮去調的不是嗎 沒有 頭髮醬油 中國大陸有破壞 做醬油的工廠 倉庫打開 欸 怎麼都頭髮 都羽毛 回收的那個羽毛背 他就是把那羽毛頭髮 加強 鹼 把它分解掉 再用酸把它綜好 然後過濾 加點香料調出來 不用本錢 驗不出來 為什麼驗不出來呢 裡面都是胺基酸跟豆類一樣 好可怕 毛髮的胺基酸跟豆類是一樣的 一樣的 對 好可怕 你們兩個這樣子 你們兩個聯手 你們兩個姓程的 你們兩個姓程的 聯手把今天所有人搞悶了 對 大家每個人都要吃 對啊 都有建設性 可是會讓我們惶恐 陳柏是提供的在食物包裝上呢 就繼我們的這個陳柏辰之後呢 再下一季 讓大家覺得可能驚悚 可能充滿危機 江湖上走掉多年的蘇青姐 她其實老神在在 她又是怎麼吃雞皮膚餐的呢 來 我其實覺得剛才講的都還好 都還好 不一樣都還好 不是因為一定會大功大功 他們講的小兒科 沒有 我先講一下 因為我是念食品的 我們的食品 包括食品加工的部分 所以我必須坦承說 比如說剛才講的化學醬油 只要它合於國家標準 化學方法製造的醬油 也是可以的 因為它是用氨基酸原液 它並不是頭髮 台灣沒有用頭髮這件事情 台灣的化學醬油 就是用氨基酸原液 可是它一點豆了 一點豆了沒有 因為你豆子分解之後 也是那些氨基酸 就好像有些人說 妳知道我不要計較就對了 不是 它們差別在哪裡 就是說 差別在於 就好像有些人很喜歡說 我要老麵的麵包 我不要酵母發酵的麵包 可是事實上呢 這差別在哪裡 在於口感跟風味 而不在於健康這個部分 大家在選這些自助餐的地方 有時候眼睛罩子放亮一點 是最重要的 比如說 它用什麼樣的醬油 你這邊先觀察 它擺在外面的桶子 它的油桶 它的醬油桶 它的醋桶 它是用什麼的 是用完全沒有貼標籤的 還是事實上你就看到它的桶子 是用牌子的 是什麼 你就知道 第一個它用的是什麼東西 第二個 之前有那種很可怕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我們有時候去果菜市場 那個大批發 它們是不是有時候很醜 或外面爛掉的菜葉 它們會撥... 撥成一堆小山 人家就是再把那很漂亮的菜賣掉 結果後來之前剪掉就發現 奇怪了 有些人默默默的就在旁邊 把那個人家撥... 堆成小山般的那個垃圾菜 怎麼也有人把它撿走 後來發現 這包括什麼樣的業者 去撿那些所謂的垃圾菜呢 一 有那種做小火鍋的 小火鍋 然後二 有可能 有做那個真的就是自助餐的業者 他就去那邊撿一撿就去弄了 然後有的 那小火鍋那個業者才正好笑 它那個小火鍋店外面還要寫說 如果你不喜歡吃火鍋腳 你覺得火鍋腳不健康對不對 本店無限制讓你換青菜 你換青菜 肉質也要來 除了剛才講 你要去看環境是乾淨的 它的餐飲從業人員 衣服是整潔的 第三個 它擺的那些東西 你是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是品牌的東西的 第四個就有些食材呢 你要特別注意 就像博晨剛才講的 它種口味還有這個加油之後呢 都是你的三杯啊 或者你的蔥 所以你要選的就是那一種 第一個 除了說你一定清蒸出來 如果你要油炸 你一定要不要選那種 很容易壞掉的食材 比如說之前曾經有一個隔魁 他有一次就帶了他的一些 一群人就去巡視 巡視的時候當然要表示親民 大家就去附近的那個 自助餐店打包那個打便當嘛 然後就帶去 後來 包括水戶在內 所有人都奇怪 肚子不舒服 有些人就癢啊 然後整個呼吸困難不舒服 我後來送去醫院就說 他這一種食物中毒是什麼 什麼叫組織胺中毒 可是他們那個餐裡面 那個旗魚啊 牌啊 已經不新鮮了 但炸過之後大家依然覺得好吃 一吃進去每個人都發了 還以為說奇怪 今天大家都發錯了 沒有 那就是主織胺的食物中毒 那什麼樣的食材 最容易有這個呢 我說一看 如果你真的要吃炸的 你說我非炸不可 那你的魚要避免 我說的 像旗魚或者一些 我們叫做血和肉的魚 什麼叫血和肉的魚 你看有些魚啊 它是不是中間有一條 那個像血的 咖啡色的 那很好吃 比如說青魚 秋刀魚這一類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挑戰自助餐 價格又不是很高 它的保存 餐廳環境看起來不是很佳 你偏偏還要吃炸的 那請你避開這幾種魚 因為它相對比較容易腐壞 不錯 經過了醫師單跟顧問團的 這些舉證之後 舉證立立 我們有吃到一些 自助餐的潛藏危機 來 琼玉姐 我們該怎麼健康吃 最後要告訴我們 罹患青光眼的關鍵 眼科醫師這樣說 大家可能都會有一個錯誤觀念說 青光眼一定是眼牙高 沒有絕對的因果會是 對 因為它跟它的這個 四神經的 點關 如果說你的眼牙正常 但是你的血壓過低 它的血流不進去的時候 它的四神經 人然是會受傷的 金牌大間諜 來 琼玉姐 我們該怎麼健康吃 最後要告訴我們 來 第一個就是大家要安全吃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家附近有醫院 就可以去醫院 營養室館的自助餐去夾菜跟飯 你跟這句話說要講一遍 不以美味為前提 我專程去吃一個不美味的 對啊 而且要跑到醫院去吃 其實它的一個衛生安全管理 真的是百分之百的 感謝妳的建議 還有什麼建議沒有 對 那其實我們在挑選的時候呢 其實有幾個原則要把握 因為營養室是以吃進去的為主 那譬如說碳水化合物的部分 譬如像澱粉類 我們就盡量不要去把它 因為通常有一個飯 那你就不要去選炒飯 炒麵 或者是什麼 什麼豬血糕 煎蘿蔔糕之類的 你就不要用你的澱粉去取代 你原本的米飯 因為其實這一些 它含的油脂量真的會比較多 對 再來就是我們的青菜類 那青菜類的選擇的話 其實有一個原則 就是建議大家盡量就是 可能剛出爐的時候就先去夾 第一個新鮮 第二個你夾上面的油都在下面 所以你吃到比較少油 那如果是外食的部分 就會建議大家盡量選瓜類 或根莖葉的蔬菜 因為它的吸油量 比葉菜類還要少三倍 對 因為你兩個看才能 所以葉菜類剛剛排第三嘛 對 那因為葉菜類 我們就回家自己燙青菜 這很簡單 對 然後在外頭 我們就是盡量 減少一些油脂的一些攝取 然後再來就是豆魚肉蛋類 那基本上我們都會建議 就是不要用油炸 這大家都知道嘛 盡量選清蒸的 那其實還有一個訣竅就是說 譬如說你在選豬排的話 我們會盡量就是 你盡量譬如說滷排骨 但是你就盡量不要去選那個糖 就是糖醋排骨 因為它的一個切面比較小 譬如說它又有裹粉 然後它又有炸過 然後其實它的接觸一些油脂的面積 就會比較多 OK 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 菜汁跟飯 一定要分開 因為所有的油脂 就在那個湯汁裡頭 那你原本是想要 就是吃比較健康 可是為了逞一十隻塊 然後造成終身遺憾就不好了 所以你把那些油脂都加在你的飯裡頭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話 而且其實像剛剛有提到 譬如說像農藥的風險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農藥都是水溶性的 它也是比較有機會殘留的 今天這個情報非常好 自助餐如果選錯了很容易 選對的話應該可以健康瘦 來 成立 非常好 接下來 辛辣情報員 是的 接下來換我辛辣情報員 台灣的上班族聽好了 根據統計顯示呢 台灣有83%的上班族 每天要坐在椅子上超過六個小時 他們久坐不動 工時又長 於是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久坐族當心了 血壓低 手腳冰冷 清光眼找上你 現在你是不是坐在椅子上啊 趕快把椅子離開 開始跟著我蹲馬步 最近臨床上呢 發現呢 久坐不動的研究生 上班族因為他的血壓低 供應到視神經那個血流量不足 損害到視神經 在正常眼壓範圍內 也發生了清光眼 水酒做主 妳們要當心 小心 清光眼會找上你 趕快把椅子打回來吧 趕快把椅子打回來 這個情報是不是恐怖了一點 來 顏科 王牧吉 我想這個有一部分是正確 有一部分是 可能要再仔細的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所謂的清光眼 其實它是一群疾病的統稱 那這一群疾病它最重要的特色就是說 它會傷害到我們這個視神經 那它會造成一些比較特殊的 視野的一個變化 那這些疾病 它的惡化又跟我們的眼壓有關係 我們的視神經事實上就是 眼睛的一個電纜線 那這個電纜線 如果說我們的這個眼壓太高 或者是說我們的這個眼壓雖然不高 但是我們的這個血液循環不好的時候 這個視神經細胞它就很容易受傷 受傷了以後 我們這些視神經細胞 慢慢慢慢的減少 它就會造成我們一些 特別的這個視野的一個變化 像我們這個視神經 其實就跟我們這個甜甜圈一樣 那這個甜甜圈 這個有肉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這個纖維集中的一個地方 這個如果說這個纖維受傷的時候 那它這個甜甜圈就會變得中間這個洞 好大喔 這就是我們視神經的 哇 妳的洞好大喔 所以我們在臨床上 我們就會看到說 這個視神經本來中間這個凹陷 是比較小的 它隨著 你如果不好好控制的話 它隨著時間的惡化 中間的洞越來越大 那我們的視野就會產生一些特殊的變化 譬如說 我們看出去 我們中間30度的地方 可能看到怎麼有一條黑黑的香蕉 看不太清楚 一個像香蕉型的這種 視野的一個缺損 那如果說再更厲害一點點 那這個叫做什麼 目光如豆 目光如豆 疑管虧天 就是只能看到中間的部分 所以很厲害的青光眼的病人 我們會常常發現他眼神比較呆滯 他眼光不靈活 他不會轉來轉去看的 他通常都會這樣子 因為他只能看到中間一小部分而已 那這些變化 事實上都跟我們的眼壓有關係 如果說我們長期久坐不動 有時候循環可能會比較差 那我們在臨床上發現有一些 所謂 大家可能都會有一個錯誤觀念說 青光眼一定是眼壓高 事實上這是錯誤的觀念 眼壓高的人 也不見得是有青光眼 正常眼壓的人 也不見得就沒有青光眼 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 對 因為他跟他的這個 視神經的 我們如果說你的眼壓正常 但是你的血壓過低 他的血流灌注不進去的時候 他的視神經 仍然是會受傷的 如果我是一個有運動習慣的人 或是我整個其實我新陳代謝 我的狀態還不錯 那我一樣稍微坐久一點 三個鐘頭 一樣會有所謂的手腳病的 青光眼的問題嗎 我想這不是直接的 但是如果說你 一直都是這樣的生活型態 基本上我們每一個細胞 它都需要血液來提供它的養分 你如果說你的 常常都是缺乏運動 久坐的這種生活型態的話 那事實上對整個身體 都會比較不好的 所以要經常去呢 已經變成一個生活狀態了 就有可能會變成一種 一種習慣 經濟的影響 它就會有危機在 好了 演科的王醫師已經表示了 青光眼跟血尋關係有關 但跟久坐沒有絕對的關係 必須是生活型態 心臟內科 來 劉仲銘醫師 身為心臟內科醫師 我是沒辦法接受說 久坐會造成血壓低的這個說法 我們假設一下好了 我們假設 誠哥你的最近血壓有點高 那請問小辣 你會跟他建議什麼事情 少吃多動 對 沒錯 如果我們誠哥血壓有點高 大家一定 所有的在座工作人員都很有專業 一定會一起跟他說 少吃點鹹的 多運動 如果久坐可以降低血壓的話 那身為醫生的我 我碰到誠哥的話 我就應該跟他說 誠哥 我是建議你每天 用兩個小時 坐在電腦前面打個電動 老公呢 再看兩個小時電視 那睡前呢 再在沙發前面坐兩個小時 滑一下手機 回一下線 這樣你每天坐六個小時的話 應該依照目前的建議 血壓就會下降 你同意這個說法嗎 所以 久坐造成的血壓下降 其實是所謂的 姿態性低血壓 是因為我們坐太久了 我們的血液 集中在我們的下肢 兩肢大腿小腿 那突然站起來的時候呢 血液沒有辦法立刻打到我們腦袋 會造成瞬間的頭暈啊 眼花的情況 那這個時候 您去量我們的上臂 這個時候 我們突然站起來量 我們上臂的血壓 是會瞬間下降的喔 是時候 但這種是暫時的 通常只有幾分鐘就結束了 對 而且跟你平常血壓是沒有關係的 像我就有個好朋友 他弟弟啊 他很喜歡打電動 他 有一天他連續打兩個小時電動之後 站起來要去廁所 眼睛一黑 咚倒下去 我趕快叫救護車嚇死了 因為他每天打電動也不太理人 結果送到檢診室 還好檢查也沒事 結果他們說 他剛剛眼睛發黑 要不檢查一下有沒有青光眼 結果眼科就被叫來了 還好也是沒有青光眼 後來在檢診室做一做 血壓完全恢復正常 後來又找我們心臟科 好好檢查一次 完全沒問題 但是這種姿態性的低血壓 它跟你平常日常生活血壓 是沒有絕對關係的 這種跟青光眼 我們認為也沒有太大關係 OK 那要請教導王孟齊醫師 是 就眼科專業的理常 什麼樣的才是青光眼的高危險族群 如果家裡面有青光眼的家族史 這一定要特別注意 他有遺傳 他是遺傳病 有一部分在 跟體質有關係的 體質有關係 這個體質比較類似的話 他們可能還會有同樣的一個情況 第二個就是說年紀比較大 尤其是70歲以上的 70歲 他發生的比例也滿高的 5到10 還好 對 還有我們剛才提到的 跟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血壓比較低的 低血壓 或者是有些偏頭痛的 這個我們也發現 臨床上有一點相關性 那再來就是 在台灣很多高度近視 所謂的高度是600度以上還是800 以前是600度以上 現在變成500度以上 500度高度 所以在台灣是非常多的 廚房果銀亂亂飛 博士這招超有效 貼水管的時候 怎麼又果銀跑出來 對啊 跑出來 那個水管 那個彎管啊 以為水這樣沖 就可以把彎管洗清楚 是 晚上睡覺之前 流理台都乾了嘛 那個廚房專用的清潔劑 倒進去 早上起來 打水沖洗 就可以了 我們最新的這個醫學的 這個研究發現就是說 高度近視人 跟正常牙性的青光眼 有絕對性的相關 很多高度近視人 都是正常牙性青光眼 的這些患者 那另外就是說 有一些常使用藥物 常期使用類固醇 有誰常常使用類固醇 譬如說有一些 自體免疫疾病的人 異味性彌補眼 或者是像有一些 過敏很厲害的 他可能會長期點用這個 類固醇的藥水 青光眼是不可膩的 怎麼樣才可以預防 一般來講 最重要的就是要早期發現 早期控制 如果說一般 正常人可能我們會建議 40歲以上 要做一個比較徹底的 青光眼的檢查 那我們剛才講 青光眼它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說 它這個田田圈凹陷會變大 但是這用眼睛看不科學 那怎麼樣 我們現在有比較科學的方式 就是用這種 四神經電腦斷層的檢查 神經光學斷層 是 它可以 去掃瞄你的四神經 看說你這四神經纖維的厚度 是不是在一般人 正常的一個範圍裡面 這個肩膀有沒有擠附 對 這個有一部分是擠附的 一部分是不擠附的 像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剛才講 田田圈中間洞變大 我們一掃瞄 我們發現 這個四神經纖維 這個紅色的就是說 它已經不在正常人的範圍內 它已經產生了 這個結構上的一個傷害了 這時候我們再來做一個 視野的檢查 發現說 你這很多黑色的這個區域 都是對光線敏感度變差的地方 而且這個 變差的這個範圍 跟這個我們這個四神經傷害的 這個區域是有對應關係的 有對應的 我們就可以比較確認說 這些四神經的這個傷害 是因為青光眼所造成的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一下 控制我們的眼壓 除了說我們用藥物來控制以外 我們還要注意一下 我們生活的型態 剛才講 其實有氧運動 是可以讓我們的眼壓降低的 有氧運動 但是青光眼的人會建議 比較不適合的這個運動是什麼 像重訓 肚子要憋氣很用力的 腹腔要用力的 對 這樣子的運動 或者是吹喇叭 相對上 沒錯 沒錯 像這個吹奏樂器 所以肚子要很用力 或是說你長期打領帶 這個打得很緊 像這樣子的這些動作 這些生活型態 我們可能要注意一下 再來就是說 要配合醫生去做一個治療 如果說你的藥物控制不良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甚至 要做用一些雷射來治療 或者是配合手術來治療 來控制我們的眼壓 所以眼睛是靈魂之瘡 我們必須善待它才能讓我們 用眼睛親眼目睹 我的人生的一切 對不對 所以經過我們今天的金牌 醫師團的詳細介紹的時候 確定我們的這個情報 久做足 久做足 不用擔心了 你的血壓低 手腳冰了 青光眼 都跟你做很久沒有關係 不會 好不好 不成立 不成立 來 小辣情報員 好 最後這個情報 我們來聊到大家的家裡 說到你家裡最髒的地方 普遍的人都會覺得是廁所對不對 但是最近有一個研究報告就說 家裡最髒的不是廁所 而是 廚房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在廚房裡面你洗衣為常的小習慣 小心會危害你全家人的健康喔 像是大家在洗碗的時候 用的那個菜瓜布對不對 洗一洗擰乾之後就放到旁邊去 你會把它拿去水裡煮去 學要消毒嗎 不會 不會對不對 隔天啊 繼續洗碗啊 洗任何東西 於是呢就把各式各樣的病訊 給吃下肚啦 廚房裡面洗衣為常的小動作 毀了一家人的健康 廚房這題目非常的驚悚 五位醫師團 金培醫師團認同這個說法嗎 恭喜全雲正解 漂亮 這情報 剛才的常規科 是 剛才講到 廚房裡面實在是潛藏很多危機 尤其剛才講的這些抹布 菜瓜布 真的上面的細菌非常的多 而且常常是什麼 大腸桿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 一些沙門市菌 黴菌等等 這些菌含量非常的高 所以呢我們每次用完抹布之後 一定要用這個清潔液 好好的把它清洗乾淨 沖洗乾淨 不要只是用水沖沖而已 對不對 對 然後 而後呢 要記得一定要把它擰乾 然後把它吊起來晾乾 那另外就 這個抹布的話可能啊 就是一個月左右 可能也許就是給它丟掉 換新的抹布 對 或者說 如果真的要繼續使用的話 就可能要好好的把它煮一煮 這樣的話才有辦法 把上面的細菌盡量把它殺掉 第二個就是說要 我們這個廚房 一定要注意它的 這個通風的這個問題 像這個瓦斯爐一開 大家很多人是說 我們這個抽油煙機 主要是在抽油煙 實際上它也是在抽很多什麼 我們瓦斯爐燃燒以後的什麼 氧化碳 二氧化碳這些廢氣物 所以我們烹飪的時候 這個瓦斯爐一開 馬上抽油煙機就要打開 然後烹飪完以後 最好把這個抽油煙機 繼續再開著在五分鐘 因為我們這個廚房的環境裡面 可能還有一些燃燒的一些廢氣物 像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這些 我以前在急診服務的時候 就是曾經有遇到一對情侶 他們在夏天的時候 他們租了一個小套房 在夏天的時候就是說 然後煮火鍋 然後可能那個地方通風不太好 結果就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中毒 然後兩個人快就昏倒了 就昏倒 昏倒以後呢 那個火鍋在那邊乾燒 然後有很多的這個煙就冒出去 然後鄰居以為說發生火災了 趕快叫消防隊來這個 搶救 破門而入 然後把他們救出來 所以說這個廚房和餐廳 一定要注意一下 這個通風的問題 等一下 剛剛許醫師提到的 那個廚房菜瓜布啊 或者是這個抹布啊 那個一定要煮 如果不像可以煮的 那可以 一個方式 微波爐 很快 中強火一分鐘啪就好了 不用煮了十幾分鐘 微波爐也可以 微波爐可以 因為要保持乾燥 因為在廚房 大部分都不是很通風 所以你的菜瓜布 抹布 最好是要有兩套交替使用 另外一個方式這樣子 殺菌 那殺菌也可以泡清潔劑 因為清潔劑本來就有殺菌作用 所以 泡清潔劑是可以殺菌的 OK 最一勞永逸就是 舊了換掉 那起碼一週 應該就平均起來 至少要殺菌兩次以上 才叫安全 除了刀針板 抹布 菜瓜布之外 很多人疏忽一件事情 很多人流理台用都乾乾淨淨的 對不對 那個水槽用乾乾淨淨 屬於這樣的事情 各位有沒有發現 只要你有切水果的時候 怎麼會有果煙跑出來 家裡不是這麼乾淨嗎 果煙跑出來 哪裡來 屬於管 流理台叫做彎管有沒有 那個彎管 以為水這樣沖 就可以把彎管洗清楚 不是 那一般人沒辦法去拆拆那個彎管 所以要怎麼清洗彎管 來 絕招教各位 什麼 晚上睡覺之前 流理台都乾了嘛 沒有水了 記得喔 那個廚房專用的清潔劑 把清潔劑倒進去多一點 好 隔離個晚上 第二天早上起來 就可以了 不然也可以小蘇打 就是在晚上睡覺之前 把小豆倒進去 小豆粉狀的嘛 倒進去 倒多一點 好 到明天早上 差不多分解了 這樣下一次試試看 家裡切水果的時候 看看乾不乾淨 果煙有沒有來 如果果煙有來 就表示不乾淨 對 非常好 正多試管的蘇星姐 妳可以提供一些什麼樣的 蓄習慣文 來 在廚房裡面 其實還有一個地方還蠻危險的 就是其實冰箱 其實之前曾經有調查說 台灣人的冰箱 北中南各有壞習慣 那多數的人呢 就冰箱會塞滿滿 裡面生食也有 熟食也有 那如果沒有放對位子呢 可能產生致命的危機 之前呢 有一個女生呢 她就是已經身懷六甲 然後呢 想一想說 突然間晚上好想吃水果 那剛好打開冰箱呢 冰箱之前就有 老公已經細心切好的水果 於是她就 也沒管她什麼 就拿起來吃 後來吃了之後 幾天之後開始覺得 有點不舒服 就發燒 結果去醫院才發現 她呢 感染的叫做 李斯特菌 那這個李斯特菌呢 孕婦感染到是很麻煩 因為她那個時候才發現 她小寶寶已經死了 然後呢 後來特香說 因為那個水果 就是因為那水果在冰箱裡面 然後大家都要知道說 很多產生人都覺得冰箱 就是一個放進去 什麼東西都不會壞掉的地方 冰箱就是保險箱 對 就把冰箱當成保險箱 這是很可怕的東西 因為李斯特菌呢 他在5度C左右 他還是活得很好 就是他們有時候 他是冰箱殺手 你家裡如果是一些乳製品 然後什麼 他可以在那邊生活得很快樂 所以大家要注意 冰箱不會幫你殺菌 所以冰箱的東西 生熟分開之外 如果拿出來 包括什麼大閘蟹什麼 已經煮好的 都應該要再加熱 剛才素卿姐有講到那個冰箱 其實我們這個冰箱那個蛋架 上面也是大家 常常喜歡放眼藥水的地方 對 是嗎 蛋架 對 一個一個很好放 不會亂跑 對 但是因為那個蛋架上 有時候可能蛋破掉了 大家也沒有仔細去清潔它 剛才那個 有講到那個沙門式桿菌 其實也很容易經過這個蛋類的 我沒有想過蛋架 我連動物的那個藥水都放在裡面 動物的 動物的也冰在裡面 動物的藥水要冰 我都放在裡面 對 所以其實常常我們在臨床上 也會 本來是要拿眼藥水來點的 就拿成皮膚科的藥水 或是 點到眼睛裡面 另外就是說我們這個拿來拿去 其實溫度變化很大 它有時候你拿起來 如果沒有把它蓋上去的話 可能讓它的濃度產生變化 或者是PH產生改變 都會讓這個藥效變得比較差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就是說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瓶床的藥水 其實裡面都含有防腐劑 你是不需要用冰箱去保存它的 只要放在不要太強烈的地方 或太潮濕的地方 一般是OK的 非常好 廚房裡面 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小動作 真的可能會毀了一家人的健康 這個情報非常成立 漂亮 非常好 希望今天提供的情報呢 可以對我們每一個大大小小 全家男女老幼 健康有所幫助 感謝我們今天收看 別忘了每個禮拜到禮拜五的 晚上決定到十點 從天綜合台 金牌大景點 祝您全家健康 晚安拜拜 謝謝